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這個關鍋裡面我要談到的就是說 一般來講當然你要去看木材 木材在它的紋路裡面三個層次其實很明顯 這是樹皮、這是鞭材、這是鑫材 肉眼就可以清楚看到它層次性的分部 很多植乳在這種一個大的構造的細節上面來說的話 肉眼可以看到相當的程度 如果你想要去看一些圍繫的構造 基本上顯微鏡仍然是一個圖片和產品的工序 但是講它圖片當然也有一個缺點 比如說這是一般在焦絕上使用的顯微鏡 但第一個看著重量所以攜帶上不是那麼方便 再來第二個相對來說的話它的結構會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從一般顯微鏡通常會必要的這些構造包括什麼呢 因為顯微鏡像它的複式顯微鏡它經過了兩道的方大手續 底下這個地方叫霧鏡 霧鏡一般來說的話 它的倍率常見的就是4倍、10倍、40倍和100倍 所以你可以利用不同的倍率 將我們主要看的東西 會放在顯微鏡的載物檯上面 利用調整載物檯跟霧鏡之間的距離 來調整焦距 那選擇不同的霧鏡 基本上就決定了放大的效果 可是顯微鏡的設計裡面 我們常常要看的這個細胞 可能它只有20個微米、50個微米 在這麼小的情況之下 你的放大的倍率可能要200倍、400倍、800倍 好,所以如何在進一步的倍率提升呢? 你如果使用單一的晶片要提高到幾百倍 基本上會比較困難 所以另外一個選擇性的做法就是用雙重的放大方式 今天呢,霧鏡它可以先放大第一次 然後到時候到了霧鏡這個地方 OK,我們再做第二次的放大 所以這個為什麼叫複式顯微鏡 就是因為它用雙重的凸透性來做放大這個效果 所以經過這樣的雙重放大之後呢 好一點的顯微鏡 800倍、1200倍、1500倍 基本上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清晰的影像 這時候我們要去看,不管是樹皮上面的細胞安排 木材上面的細胞安排 或者是純粹的草本鏡上面的細胞安排 或細胞的特性 那就變成一個很簡單的工具了 好,那當然回過頭來 顯微鏡的這個問題就是說 像這樣的一個比較經典的顯微鏡 OK,它可以讓你放在這樣的一個在霧台上面 在操作上,不管你要移動波片 你要去調整焦距 OK,你要用旋轉盤去切換不同的物性 然後甚至於呢 像這樣的雙眼的複視顯微鏡 你還可以調整兩個眼睛之間的距離 這樣來搭配 OK,所以它可以調整的方式當然就很多 但重點是它攜帶不方便 可是對於一個科學來說的話 我們其實如果能夠讓很多的科學觀察 變成是一個生活化很方便的這個方式的話 好,那基本上應該可以提供更多對有科學有興趣的人 他還不見得能夠需要花個那個 比較高的這個金額來買複視顯微鏡 然後仍然可以提供一個不錯的這個觀察工具 好,所以我們以這個方式來對比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是台大的江老師他所設計的 叫做手機顯微鏡 那這個手機顯微鏡呢 我們從它的結構上就可以明顯看得到 OK,它的債務台 因為一般的顯微鏡的基本架構都是相同的 所以我們可以去看到就是 你今天要需要有一個債務台 來放我們要觀察的東西 所以這個債務台呢會在哪裡 這個債務台 好,你現在所看到的這個地方有一個圓形的壓克地板 可以拿起來 這個地方基本上就是在入台 那我們可以將我們要觀察的 比如說一樣是多片 然後你放在這個地方 好,那當然因為它的架構 比一般這樣的複濕顯微鏡 或者是高級一點的顯微鏡 它沒有辦法做到這麼多完整的功能面 所以也許我們在移動的時候呢 這時候就要用手去調整 直接移動撥片 像我們如果有這個 栽物台,栽物台上面有撥片夾子 撥片夾子這個地方有旋鈕 我們可以精準地移動 我們所想要的距離 好,所以一般用手機顯微鏡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像那種撥片的話呢 顯微鏡不適合傾斜 它可能會掉下來 那接下來我們要放膽 所以這個放膽的部分呢 一樣它是把透鏡設計在這個上面 好,所以我們現在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圓孔 這個圓孔中間就是安裝一個凸透鏡作為放膽 所以今天你只要透過調整這個旋鈕 在物台的高度呢就會去升降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讓它得到一個 比較好的那個焦距的位置 那等到物體清晰之後就會發現 咦,這樣的顯微鏡的架構當然很簡單 可是如果我們想要透過直接觀察 就是肉眼透過這個凸透鏡觀察的話 這個鏡片它的直徑實在是太小了 以我們的肉眼來說觀察上真的很不方便 好,所以這個時候呢 為什麼它叫做手機顯微鏡 那你把一切的條件都做好 然後呢,給它一個適當的光源 OK,我們給它光源一般 因為切片來切的時候呢 難免還是會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適當的補光 適當的補光 我們可以讓我們那個 我們要觀察的物體輪廓線條更清晰 那接下來 我們可以理解一下 我們可以從補光在裡 看台下大小的瓶 啊,我們可以把它們搵上去 我們兩邊的硬色 然後 opp車邊的配方 我們可以讓我們靠在這裡 看台下不 spic 放送出口 擴出然後到屜光 我們可以打開 數字會長的補光 是幾個小的補光 裡面 我們可以用來做 透過 好,接下來呢,拿出你的手機之後 我們將手機先開到相機的畫面上面 開到相機畫面之後呢,你現在會有一個對焦的地方 你只要將對焦的框框對準的 你將對焦的方方對準手機顯微鏡上面的透鏡 然後接下來按一下對焦 對焦完成之後呢,你就可以去調整它的在物台高度 一直到你所想要看的物體的影像清晰之後 OK,接下來呢,你可以去移動撥片到你適合的觀察的位置 那如果不夠大的話呢,因為它的物境呢 跟在物台之間的相對關係是固定的 所以當你要換倍率的時候,那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去切換不同的這個物境 但是,有一個選擇 因為現在手機有光學或者是數位放大的功能 你只要將你想要看的影像放大 重新對焦一次 好,這個時候呢,然後可以再做微調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相對比較清晰的這個影像 好,我們利用這個方式呢,就可以做一個直接觀察 那當你覺得這個圖像非常具有值得保存 然後做後續欣賞或者是探討的這個情況 或分享的情況,當然按下快門的瞬間 OK,我們就將這個影片給記錄下來 這樣子的話,要分享上就更容易了 而整個這個架構當中,以手機或平板 在我們照相功能的這個裝飾來說 當然現在其實很方便 那你要找到這樣的一個前面的觀察工具呢 應該是不難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那你當然會需要 當然會需要像手機顯微鏡這樣的工具 那台大的這個,那個江老師呢 基本上也提供贊助 你可以利用贊助的方式去取得這樣的手機顯微鏡 那相關的贊助的方式呢 可以到科學Maker這個FB的社群上面去下去 所以,這樣一個架構簡單的這個顯微鏡 只要搭配我們生活上面常用的這些 手機、平板、這些3C產品 那基本上就可以做一個非常方便的觀察跟紀錄 那這個在整個科學教育的這個推廣上面 它是非常方便的 OK,那這個部分就是有關這個手機顯微鏡的應用 那接下來呢,在我們現場當中 我們會擺設非常多的顯微鏡 你們可以拿出你們的手機跟平板 然後由我們所提供的一些這個觀察材料 或者你們想要看看自己的頭髮 或者是那個衣服上面的纖維 也可以拿來做為觀察的材料 OK,那這個部分就是有關手機顯微鏡的應用 那這個利用在我們生活周到的觀察裡面 OK,馬上我們就可以切入非常豐富的這個微生物的世界 OK,好,謝謝 OK,謝謝 OK,謝謝